人最难控制的就是诱惑和欲望 当着自己的爱人说 你知道有多少男人等着我离婚吗 你居然敢说这样的话 胆子好大呀 视频中这个女人就是杨女士 到底发生了什么 竟让涂雷老师这样斥责她呢 事情起因还要从丈夫周先生这里讲起 她又跟一些异性朋友 还发朋友圈 酒吧里面 就让我觉得很难接受这种 等到大概晚上一点半的时候 她回来了 最新薰的 我就简单的就说一句 你觉得你对这个家还有这份关心吗 还想不想在这个家待 然后她说 反正在外面等着我离婚的男人多的是 其实周先生和妻子杨女士结婚已有四年 之间还育有义子 原本一家三口生活的还算幸福 但妻子却慢慢变得越来越不顾家 平常还总跟一些干哥哥们在外鬼混 甚至都变成了酒吧里的常客 看着妻子在婚姻的边界线不停坐死 周先生就愤怒地找到妻子理论 可妻子软硬不吃的态度 让她无可奈何 于是为了挽回这段濒临破碎的婚姻 周先生急忙找到了节目组 希望老师能帮她劝劝妻子 那么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杨女士果真是一个水性洋花之人吗 一上台 周先生就气愤地控诉起妻子的所作所为 他经常跟朋友在外面吃饭 比如说十点多钟的时候 我就给他打电话 他就说 我等会儿就回来了 等会儿就回来了 老是这样等会儿等会儿 结果我等到十二点半了 他才回来 他们都没有走 我怎么好走 在周先生的心里 妻子从来都不把她这个丈夫当回事 要不然就不会抛下自己出去寻欢作乐 只留下她一个大男人在家边工作 便照顾孩子 可自己也会有累的时候啊 但凡妻子能分出一点时间留家里 她都不会有任何怨言 听到丈夫的埋怨和指责 杨女士便称自己虽然是爱晚了一些 但归根结底是因为丈夫不起结的 如果每天都会把自己结回来 她都不会回那么晚了 这样的强词夺理 气得周先生竟一失语色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但随后又指责起妻子 跟异性在一起发生的事情 她又跟一些异性朋友 还发朋友圈 酒吧里面 就让我觉得很难接受这种 等到大概晚上一点半的时候 她回来了 最欣欣的 我就简单的就说一句 你觉得你对这个家 还有这份关心吗 还想不想在这个家待 然后她说 反正在外面等着我 离婚的男人多的是 所以这句话就让我觉得 她对这个家庭可能 已经不那么在意了 对于有着传统观念的周先生来说 她非常接受不了妻子去酒吧一事 虽然内心知道 现在酒吧没有像之前那么了 但是她还是不希望妻子涉足此地 可妻子却没有一次听进去她说的话 有时说的多了还嫌自己太烦 对她说出一些扎心的话 那么对此妻子杨女士会做何解释呢 对于丈夫的指责 杨女士并不觉得自己有错 她认为是丈夫先对她态度不好 所以才导致自己情急之下 说了些伤人的话 况且自己出去是干正事 并非是丈夫想象的那么不堪 那么到底是什么正事 是去酒吧才能谈的呢 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 做着一些自己的事业 都是我去交涉剧团 这样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 吃个饭而已 我回家你就一直闹 明明看着我喝了酒 然后你还指着我来骂 看着说你对我根本就不好 蓝一绝啊 就是在你的想象当中 什么样的老公就算对你好了 就在这个情景下 这种情景下看着我喝了酒 至少先来关心一下我呀 回来就找我闹 有这个必要吗 在主持人的再三询问下 杨女士也没说出 自己的正事到底是什么 只是狡辩地称自己只是忙事业 所以这就让人很不明白 一个没有工作 整日不着家的妻子 到底在外面忙什么呢 虽然杨女士的理由漏洞百出 但是她还是理直气壮地 与丈夫对了起来 就算我是在外面玩 回家你能等我酒醒了之后 第二天来和我说吗 你为什么非要大晚上的 半夜起来和我闹 女生是觉得即使我不对 但是可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 我们来争执 可能第二天我们来讨论一下 这个问题 你可能更接受这样的方式 是这意思吧 对呀 她现在就是 这些异性朋友还不算啥 她还认了几个干哥哥 让人没想到的是 已经身为人妻的杨女士 玩得还挺坏 素日网上经常流行 一些什么所谓的干爹干嘛 但没想到杨女士 竟然也去认了几个干哥哥 整日与其思混不着家 就有一次我去成都出差回来 然后我四点多钟到了家了 带着孩子出去玩一下吧 等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妈就说 她说小杨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 然后我就在电话里面套 问她 我说你今天下了班 就给她打电话吗 我说你下了班干嘛呀 我装作若无其事嘛 然后她说不怎么忙 她说我等会要去 我们干哥哥家吃饭 她这些其实都跟我说了的 然后我就觉得 你老往这个干哥家里面跑 你们的关系是不是走得越来越近 我就试探性的大概就了解到了 这个干哥哥的这个房子在哪 然后等到七点半的时候 我就跑到干哥哥他的这个房子里去 然后我就去敲了门 进门一看 就四五个男的 就他一个女的 虽然没在喝酒 但是他在厨房洗菜 这让我感觉就特别心里不舒服 为什么 因为在家里面 平时家务活他也没怎么做 跑到别人家去表现的就很贤惠 是不是 你让我心里怎么想 因为工作的缘故 周先生每个月都得去外地出差 可苦于孩子无人照看 无奈之下只好拜托母亲帮忙 原以为母亲在家 妻子就会有所收敛 但没想到他更加肆无忌惮 直接与四五个干哥哥一起 在别人家里吃喝玩乐 这一幕让周先生的肺都快起炸了 他顿时感觉自己头上多了好些绿草 但无论自己怎么威胁指责 妻子始终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看着两人争执不休 主持人见状赶紧打起了圆场 那个我问一句啊 哥没个嫂子什么的吗 你都昏倒 没别的意思就问问了 了解一下 你有娃对吧 对 两岁对吧 对 公公婆婆在帮你带对吧 对 正常情况下先生不在家 先生在家先生打把手 先生不在家 我讲有家的人 是不是应该先回家照顾一下家 而不是跟一个单身的哥哥吃饭 我一般认为 人的这种社交方式 是跟你自己所处的一个状态有关系的 你有家的人是一种有家的社交方式 没家的人是一种没家的社交方式 对吧 一人吃饱全家不愁 面对杨女士如此行为 主持人都忍不住替丈夫周先生说起了话 且不说别的 如今她是一个有家庭的人 所作所思都应该去为家庭考虑 而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 因为这种状态是在没有任何负担的情况下 才可以有的 但杨女士却把这些罪责都怪到了丈夫身上 他的性格一直就是有什么又不听我说 又不听我解释 然后每一次回来就是和我大吵大闹 要不就是我冷战 你一直不和我说话 那是因为你做没做对 难道你就做得很对是吗 你还不是会说谎骗我 在杨女士看来 丈夫是一个性情十分多疑的男人 每次只要自己外出 那他就根本不听自己解释 直接就同他争吵或者冷战 常常搞得他疲惫不已 看着妻子做了错事还理直气壮 丈夫周先生就更是愤怒 但杨女士紧接着的一番话又是从何说起呢 当时我还怀着孩子 那个时候就经常骗我出去打牌 又我一个人在家 因为当时她怀孕了嘛 然后就整个脾气啊 这些都特别的大 可能有时候一点小事没做好 她就要对我发脾气 我就感觉在家里面 我就像她的这个出气筒一样 你作为一个男人 你可以让着我一点吗 但是我让了很多了呀 你知道我不喜欢你打牌 好吗 我又不抽烟又不喝酒 我只是想用这种方式来 我不能接受到是你骗我 你知道吗 你骗我就不好 现在还打吗 后来就是陈渡去上班了 也没什么机会了 原来周先生曾经还说过这些谎话 即便杨女士运气脾气的 那也不该独自扔她一人在家 万一出事咋办呢 看着舆论开始往自己这边倒 杨女士又继续喋喋不休地 控诉着丈夫的不好 为了避免矛盾再次升级 主持人赶紧上前打断 今天是谁说要来这儿的呀 我 来这儿干嘛呢 就是想让她改变一下吧 把这些心啊都放在咱们家里面 跟异性保持一定的这个距离 所以你心里是委屈的是吧 有点 你跟他们在一起开心吗 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开心 但是回家就不开心了 他如果不找你闹的话 其实还是挺开心的是吧 他不找我了 还可以 在主持人的询问下 周先生说出了自己此行的目的 由此可见他心里 还是不想放弃这段婚姻的 但是因为妻子的行为越来越过分 他没有办法只好带着妻子 来到节目组 希望他能做出改变 但妻子杨女士却表示 自己只是偶尔出去娱乐一下 并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 难道按杨女士所言 只有桌奸在床 才算是对不起丈夫吗 针对两人的情况 主持人直接求助到了厂下的几位嘉宾 那么他们又会给出怎样的高减呢 行了 老师们看看啊 一起进入秋比特风界 杨女士 为什么你老公一直阴阳怪气你知道吗 他是因为吃醋吗 这不是本质 本质是什么 本质使你老公无能为力 他不知道拿你怎么办 这个时候他所有的表达方式就是 我要跟你闹 我就阴阳怪气 我就冷暴力 所以这件事情 在你们之间要互相聆听 千万不要忽略了对方的情感需求 人是情感的动物 不要做没有感情的吵架机器 要做有感情的夫妻 就这样 陆琪老师认为丈夫周先生没有什么过错 问题更大的是妻子养女士 不论她是作为妻子还是作为母亲 对家里的付出少之又少 这是非常不对的 而周先生每次选择调解矛盾的来源都是靠争吵 这种方法也是十分不可取的 所以如果还想将婚姻持续下去 那么双方都要学会如何去尊重对方 维护好这个婚姻 对此莎娜老师也有着自己的意见 你嫁给他不是基于你爱他 是基于你当时对我好 那这种好我现在感受不到了 我就要出去去寻找别的好 因为我在跟别的干哥哥在一起的时候 会使我心情愉悦 会让我变得开心 所以我觉得他们对我好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 遗情别恋呀 我觉得这是对他的不公平 那他又做错了什么呢 你一直在说我们没有任何的事 没有发生任何的实质性的关系 但你跟你那些干哥哥心里面 是什么样的感受 只有你们两个人清楚 只不过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事情 但这并不代表忠诚 莎娜老师的一番见地十分明白 哪怕是精神出轨 也等同于背叛丈夫 杨女士是一个成年人 作为成年人就要承担起 自己该父的责任和担当 不能说在丈夫这里不快乐的 就去外面寻找新的乐子 这种行为真的对丈夫很不公平 因为一个人的心在不在这个家 伴侣是最清楚的那一个 所以他希望杨女士能及时醒悟 早日收收心回归到家庭上面 对此图雷老师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语言是行为的道具 一个人说话 无论是他的笑话 气话 冲动的话 都一定程度上基于他的认知 你说 你知道外面有多少男人 等着我离婚吗 你说你这是气话是吗 是的 我认为你在表达你的实力 我有这个实力 我有这个市场 而且这种市场 这种实力 你是很自信的 你为什么会这么自信 一定有不少男人 表达了对你的青睐 要不然 你没有实力说这话 而让我最恐怖的 不是说你有实力说这话 是你敢说这个话 当着自己的爱人说 你知道有多少男人 等着我离婚吗 你居然敢说这样的话 你胆子好大呀 图雷老师总是能一针见血地 指出问题所在 首先抛开家庭不谈 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在外面朝三暮四水性洋花 都是不对的 但杨女士不仅不以为耻 还反以为荣 甚至在面对丈夫周先生的指责时 竟是那么的理直气壮 去挑战丈夫的底线 也不知道谁给她的勇气 去这样说话 看着杨女士的表情有所动容 图雷老师又继续乘胜追击地劝告她 所有的话都是基于自己一定的认知 说出来的话 无论是气话还是玩笑话 你自己心里掂量掂量 第二句话 你说我跟他又真的没什么 我相信你真的没什么 但是你要知道家庭生活当中 最可怕的并不是有根据 有事实的不忠和背叛 最可怕的是以没有事实 没有根据为由 堂尔皇之的和其他的异性 近距离接触 甚至是暧昧 当所有的事情已经尘埃落定的时候 人已经不怕了 如果他今天抓到了证据 你信不信 他已经不怕了 他只是愤怒 人嘴上说什么话 以巴来说心里就是这样讲的 而现在对于杨女士来说 她现在的所有行为 都是在这段婚姻的边界线上作死 虽然他再三重复自己跟外面的男人没什么 但之后会不会突然发生干柴烈火 那是谁都预料不到的 因为人最难控制的就是诱惑和欲望 所以自动自觉的 作为一个有家世的人 保持跟其他异性之间的距离 不仅是自尊自爱 也是保护自己 你真觉得你跟他们经常待在一起 不会有心缘异马的时候 你自己心里清楚 图雷老师说的没错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血 但人可以尽力地去规范自己的行为 而这种规范不仅可以保护自己的婚姻 也可以保护自己 希望她今天能在节目上想明白 给自己和丈夫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毕竟他们还有个年幼的孩子 在听了几位嘉宾的点评之后 杨女士诚恳地向丈夫诉说着自己的过错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的 真的 在我的心里呢 其实你还是一个不错的男人 只是很多时候我没有感受到 那么事已至此 周先生最后会做出什么抉择呢 来看看这一对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 请看 节目的最后 周先生看着成心悔过的妻子决定原谅 不为别的 只为两人长达四年的婚姻感情 祝福他们在今后的婚姻生活中顺顺利利 再无坎坎 那么屏幕前的您又有什么意见或想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